8月13日本市前亚洲小姐冠军罗琳的生日 她更在酒店大百严席 广摇黄百名张思敏等圈内外好友出席 可惜当天下午却发生一点小插曲 让她心情大受影响 其实自罗琳宣布与富山前夫离婚 并付出娱乐圈后 先是与前夫发生财产纠纷 现在又围绕儿子的服药问题再起争端 在生日宴会上 罗琳虽然盛装献身还是难掩激动情绪 接受访问时更一度落泪 其实服药权我们是共同服药权 然后三个孩子法官已经判了 是跟我一起住的 其实我都是在让步 我两个大的儿子都跟他一起住 我就是想孩子开心 就是根据他们的意愿 其实我这边我的问题 什么问题都解决 其实是他在制造一些问题出来 据罗琳透露自己与丈夫分居后 就儿子的服药问题一直都谈不拢 作为母亲的他为了三个儿子 才一直忍耐 而自己这一年多来 一直受到前夫的威胁和咒骂 而当天他本想接小儿子 出席他的生日宴会 结果遭到前夫的阻挠 竟需要出动律师来解决 是的 其实这一年多以来 我都会收到很多信息 比如说是咒骂 比如说是恐 有些威胁性的 但是就是我都不会去理会他 因为我知道我身边还有家人 还有朋友支持 那刚才今天我来迟到了 因为就是因为 我小儿子就是要出去我的这个生日会 然后我叫非兵用人去接他 然后我的前夫就不给他来 所以在学校门口就扰乱了一段的时间 后来我要打给我的律师 就是去解决这件事情 虽然罗林坦言心情受到影响 但身边活泼可爱的小儿子 又让他再展校园 更邀请一众嘉宾上台 同切蛋糕举别庆祝 似乎愿早日展开全新的人生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